全明星运动会4集将在13日播出新的一集 而该集亮点非常多 除了是新一轮红蓝黄三队的比赛外 也是补强新战力敖犬潘君伦和曹又宁的一集 此外该集也会播出黄队林玉书宣布退赛的桥段 10日释出的预告中 一开始就出现郭宏志事类的画面 还附上郭宏志领队最崩溃的一天 在龙州赛时 也可以看见他激动的对着队员喊话 表示投胎起来 让人家看到你们的斗志 情绪似乎十分激动 预告最后郭宏志 则拿着麦克风一边哭一边说 今天情绪都比较大一点 对我来讲他们都是我的小孩 很抱歉 没办法让他继续在我们黄队 此时全场也都哭到不行 而该画面也被网友们猜测 应该就是大会宣布林玉书退赛的桥段 让不少观众纷纷表示 真的快等不及看最新一集了